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同时我们也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的直接当事方 来解决分歧 美方个别人在这些问题上 颠倒黑白 挑拨离间 这种图谋不会得逞 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 美国的一些政客 一再散步诋毁抹黑 中方防控工作的不实言论 目的就是要把水搅混 推卸自身防控不力的责任 事实胜于雄辩 中方的防控工作 始终是公开透明负责任的 中方的行动是迅速 及时和高效的 美国政客把精力 用在到处甩锅 推卸责任上 这无助于缓解 美国国内的疫情 也无助于抗议国际合作 中方已经就 有关的烂诉行为 表明了立场 这里我想重申 向中国甩锅 推则 解决不了 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中国搞烂诉 也不可能得逞 首先我要指出 在中国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野生动物 失货市场 事实上 在中国 没有失货市场这个概念 我们更常见的是 农贸市场 和活禽海鲜市场 这类市场销售新鲜的鱼 肉 蔬菜 海鲜等农副产品 也有少数的市场销售活禽 这类市场不仅中国有 在许多东南亚国家 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都普遍存在 与当地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国际法并未对开设 和运营此类市场 有过限制 中国已经立法 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的 猎捕交易 运输和食用 中国的农贸市场 和活禽海鲜交易市场 并不是野生动物交易市场 在中国的农贸市场 和活禽海鲜市场 销售野生动物是违法的 一旦发现 将被取缔 并受到法律惩处 中国政府始终将 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新冠疫情发生后 中国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进一步加强对农贸市场 和活禽海鲜市场的管理 实施一系列严格的 检疫检测 确保各项动物疾病 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 所谓独立调查 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 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 不得人心 当前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 当务之急是聚焦 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共同抗击疫情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出于政治目的 无端质疑 横加指责 极其不负责任 我们奉劝澳大利亚方面 放下意识形态偏见 和政治操弄 真正聚焦澳大利亚人民的福祉 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公共卫生安全 顺应国际社会的合作意愿 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 多做建设性的贡献 而不是相反 你可能也知道 因为现在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 所以中国 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对旅行啊 还有出境 有些限制措施 当然这些措施 肯定会根据疫情的情况 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 来进行调整 所以现在我没法 给你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中方的一些措施 包括其他国家一些措施 一直都在变化 这主要取决于 疫情防控的进展 所以我想当务之急 国际社会还是应该团结合作 共同战胜疫情 这样有助于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 各地的生产生活 都恢复正常